半干的玉米结杆能不能直接加工塞料颗粒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真实的展示 今天我们测试的还是一台新款的三粒菱形颗粒机 磨盘不转压入驱动 很多养殖工想用这种半干的玉米结杆 直接加工塞料颗粒用来养养牛 它到底能不能加工呢 旁边的柔草机呢我们正在组装 等会儿呢直接加工开始给您做一个真实的测试 这是半干的玉米结杆 揉碎的效果 我们不加玉米用这个原料直接来生产塞料颗粒 看一下这个新款的300颗粒机到底能不能加工 也给咱们其他养殖户提个醒 为了避免有些人说我们多罗基线的颗粒机质量不好 我们先拿玉米棒子还有这个干草料 先给您做一个测试 直接启动 好了朋友这个速度非常快啊 两种原料一个是干的玉米棒子 直接压制出来的塞料颗粒 有些朋友说 招一样你这里面有啥是绿色的呢 您看上一条视频呢 我们刚用这个青树枝加玉米棒子做的绿色塞料颗粒 这个温度就很高啊 玉米棒子不需要粉碎 直接加工塞料颗粒 这就是干的玉米结杆 加玉米棒子直接压制出来的颗粒效果 这表面是非常的光滑 成型效果非常好 这全干的原料直接做出来的塞料颗粒 咱们先放一边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启动机器 拌干的 直接压颗粒开始启动 看到了朋友 是根本做不出来塞料颗粒 根本的原因就是原料含水量太大了 都已经粘在一块了 塞料颗粒它主体是固体 这个含水再大一点就能挤出来枝叶了 那这就是我们在厂区给您做的真实的加工效果 如果你家里边的颗粒机 现在也碰到了这个情况 料仓里面呢 有很多这个潮湿的原料的话 你别着急 等会呢 继续启动起来以后 把那个干的玉米棒子直接倒进去 马上就能挤出来颗粒了 马上就能挤出来颗粒了 哦 窗里边呢 还有这么多湿的原料 我们先不用管它了 看一下做好的这个颗粒 这是不是你想要的 但是里边您再看一下 朋友我们加了多少干的原料 还有这个玉米棒子 玉米棒子它成本是很高的 现在虽然这颗粒也做出来的 但是表面有点毛毛躁躁的情况 归根结底的原因 还是里边的寒水量太大 现在就直接摊在水泥地上面 给它晾晒一下 晾晒完以后 等寒水量降低了 咱们再直接养殖 或者是直接装包储存就行